好,没有 但是如果没有放在旁边看,我会写不对啊 看吧 朝这里 好,好,哇,莲华 看看这里,好,哇,莲华 它粗细好像很明显,横画都比较细 横画比较细啊 然后 字形也是稍微有点扁 扁,2点 好,然后这个再凑置,这样过来 头瑞过来,往下,往下面平行出去 好,拜拜,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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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圓体跟流体感官都在后面都会按 后面都会按收笔的感觉 刻意的更加,收笔的时候不要很用力 不一定啦,没有很用力啊 只是要有强调那个收笔的那一个 但是我可以按好,摆楼放 好,摆楼放 那么多,摆楼放 支,支這點都點在中,點到裡面, 然後有台上,再往下按,做 然後密,它是影文化,不是一點 縮筆,到這裡要縮筆,點會縮 然後這樣過來了 按 上面 然後點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殊 好 長集中在上面比較擠 好 這裡比較重 比較直 從這裡 好 你沒有給我看嗎 沒有 今天那事情太難看 真的喔 好 那下禮拜見喔 長一點 按 從這裡上來 最後比較長 最後更長 往外 它數號比較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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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書法要寫得很美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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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所以他他 一定要有一些方法或者是有一些法度在書寫當中 不可以說用那種書法的藝術一般的藝術來看 所以後來到了宋朝就以藝為主 所以你知道唐朝要刻鞏丸、刻鮑瓜 一定是書法寫得很好的 不是每一個朝代都一樣嗎 是從進唐以後就唐宋 他們文官還是一樣嘛 要寫得很漂亮才可以 所以古時候去經這個制度 所以書法無形中就會發揚光大 現在就比較沒有 以前寫字漂亮就很吃香 現在還是吃香啦 可是不如說以前在寫作文 你字漂亮老師都會多看兩眼 甚至於呢 有時候急著改考卷的時候 就讓你分數很高 現在我們大學聯考現在 像今年也沒有去改考卷了 那個作文就比較沒有那麼好 但是 古代也請教一下校長 畫圖畫得好能做官嗎 當官嗎 有畫官 有一種官叫做畫官 但是畫圖不可能當大官 好像寫 這種藝術的東西都沒有辦法當很大官 以前有啊 以前不是寫字寫得好文章好的話 他就可以當大官 但你畫圖畫得好不見得好 有畫官耶 而且有時候會決定性影響 像那個什麼 王蔡君啊 被人家畫得不好看啊 還可以送去和藩 那就是那個畫官就權力很大 不過歷代以來 藝術能夠能夠得到詮釋的很少 如果你說你畫圖畫得好 如果你說你畫圖畫得好 可以在這個歷史上 或者是官場上得到定位也很難 只當到文部上師 文部上師 文中聲音很好 他是科考啊 你說他書法寫得好 比較少 那個 中就藝術 就不如在政治 沒有辦法在政治上得到什麼 特別的權勢地位 藝術 即使到現在都是這樣 都是做冬的 吃冬吃蜘蜘 雖然藝術的部分到後來都很有價值 尤其是價錢 但是都死後價錢很高 尤其是死後 死後這樣很高 因為藝術上地位很高 都是下一代二代得到好吃 都是炒作出來的 但是 在當炒的時候就沒有得到什麼 太好的待遇 有啦以前有皇帝喜歡某某人的字 也有好處啦 會叫他去當個官啊 或者是當個什麼親戚皇帝身邊的 像那個衛徵過來的儲稅良啊 波陽巡啊 我常常最冬的一刻 有時候一兩個字會掉下去 你上次也有更多提醒了 要預防這種掉下去 我好像不會往上來 就是往下 都掉到底下 你往右上抬 要往右上抬 是 是 一篇作品裡面 大概兩三個字是往下掉 這個是什麼一個毛病 可能在書寫的時候 沒有前神貫注 對 而且看九宮殼沒有很習慣 九宮殼 因為這個給你九宮殼看 你就是要前神貫注 一定要在有個設定的方向 先看完一個字大小 然後你就注意到從這裡開始寫 你看我不會寫滿 因為我都是會隔大概快一公分的地方寫 上面這邊要先設定 給它弄好 然後再來 對 再根據字的大小 還有佈局 再做一個必要的佈局 對 對 有時候是 一命寫一命YouTube裡面 一些John Bay跟那個 Bob De Jong 他們合唱什麼 就一命分心說 他們兩個在談戀愛啊 在唱這個 什麼啦 一命寫一命又寫這個 一命又聽 哈哈哈哈 你知道這個意思嗎 我們這個老大哥 你也在聽西林迪宏啊 西林迪宏我是去年 我們不是跟女兒女婿 兩個女兒女婿在 他來台灣你有沒有去見 沒有 我女婿說他視力範圍不到這裡 真的嗎 西林迪宏是他們經濟公司裡面的 的歌星嘛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坐在 前排 不要請 公關票 公關票不要請 可是台灣你沒有去捧場 沒有啊 他說他視力範圍要回到台灣 是啊 這樣 結束了沒 結束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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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